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山这么大 那什么通就没说具体在哪吗 仙月湖族不是号称最擅长情报收集吗 你怎么没查到 你 出来吧 偷看了半天了 也差不多了吧 还要我揪你出来吗 我目光所及 山石后面第二棵树 是你 你还记得我 千金城赤星阁 行刺我的那个幽影族刺客 就是你吗 是我 幽影族新任族长 月孤影 你竟然已成就了真心神力 没想到你成长得如此之快 彼此彼此 当初在千金台 你境界还不如我 现在不也完全超越了吗 不提曾经了 你这是要代表幽影族来向我挑战吗 你想多了 我只是恰好看到你 想试试你的实力罢了 我族已经出海躲避祸端 不打算掺和这百族归来的乱世 我留下来 也就是做个旁观者罢了 那么敢问旁观者 你在这神龙山脉待多久了 可知道神鹰族祖地在何处 你问我 你就不怕我骗你 你若只是旁观者 有骗我的必要吗 我的确知道神鹰族祖地所在 而且我还知道 其祖地内有一口离火神鼎 内有灵谷神丹 看来我只是找对人了 灵谷神丹可是能改善一身根骨 提升武道天赋 对于打造极道武神体有极大作用的 不如我们联手 如何分配所得 自然是四人平分 丑无敌 你无是本狗吗 要分五分 五分 你不满意 我觉得你还是满意比较好 为何 还装 你分明是故意等在此地 以你一人之力 根本无法对抗神鹰族 更没可能窃取灵谷神丹 而纵观天下 目前能够与萧嫣然一战的 也就只有银虎王一人 我怀疑 就是你向人族放出风声的吧 别否认 双方合作不仅需要诚意 还需要足够强大的实力 你扪心自问 你有实力挑衅我们吗 所以你没得选择 都说心悦狐足月心内 有一颗七巧琉璃心 果不其然 都说月孤影是夜幕下的刺客之王 行事作风 肃杀干脆 剑走偏锋 居然选择与敌人合作 果然了得 你与我们合作 就不怕我们不给你灵谷神丹 我相信银虎王 说到做到 你相信我 没错 你是一个 可以让敌人都尊重 和信任之人 说得好 带路 成功了 得您支持 我接连打破极限 已然成就真兴武神 虚幻化真了多少星辰 五百 五百啊 您是发现了什么吗 我从先祖法相反馈的情况中发现 这里之所以能保留千年前的诸多神庙 意思是山内的力量支持 山内力量 可千年来从未听说过这里有什么异常 若要说特殊 就得追溯到龙族最后一代战神 龙剑李陨落之事 难道与他有关 不知 但他若没死的话 一旦回归 他便看当当是第一人 他太强了 感谢千辈相助 星辰神力 正是 得千辈的支持 助我成就极道武神体 继而 练就星辰神力的这份恩情 丽妃芒 定铭记在心 关于北望天 邀请我族 共同占据千金城的体力 我可以同意 但条件是 必须帮助我族 将阻地迁入千金城 我这就回去 一定想办法说服他答应 不好了 凌虎王来了 还是找到这里了 准备战斗 到底是旁观者 还是墙头草呢 抱歉 小老族长助我们成就极道武神体 我们承诺守护神音族十年 真是可笑之急 扛不住诱惑 就不要扯什么旁观者 我是来谈合作的 而且我还要与月星妹谈 你想找我谈什么 我是代表苍灵霸王族与你谈合作 谈的是两个大族间的合作 你能代表方印下的苍灵霸王族 能 而且我知道你得到了神湖权杖 这意味着你是神湖族的少尊 你也可以代表神湖族 那你知道合作的基础是什么吗 自然是实力 不对 是信任 你觉得北望天有值得让我信任的地方吗 我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愿意入赘神湖族 要入我神湖族 必须要有足够强的实力 你行吗 我愿挑战 我可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我将全力以赴 定不让你失望 是吗 星月旨 神技 大灰金身法 魔武九天 震天手 大灰金身法 大灰金身法 Pride 短暗 大灰金身法 加仇 四季 差个人 天后 大灰金身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